政修科技大學策略聯盟季實習旅館 揭牌典禮 典禮開始 首先來賓介紹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康喬連鎖旅館董事長 陳保成 陳董事長 以及我們總經理 黃兆紅 還有我們管理處 以及我們管理處處長 陳培明 工程處處長 吳文凱 營業處處長 張公平 還有我們市議員 黃吳美 以及我們合作金庫銀行經理 郭惠毅 郭經理 還有郭瑞 張安東校長 以及我們副校長 郭慕平 郭慕校長 還有我們研發長 黃羅文 以及我們工學院院長 郭黃光 工院長 謝謝 副研發長 陳信弘 建築系主任 蔣曉梅 參議系老師 李昆成 以及我們建築系老師 梁宇元 以及我們觀光系主任 吳茂瑟 吳主任 與我們投資中心老師 田志剛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 麗玲參與 接著邀請我們康橋連鎖旅館 陳寶辰 陳董事長 為我們致詞 掌聲歡迎 謝謝大家 今天的麗玲 我代表康橋桑禮 感謝各位 首先 在這個策略聯盟之前 我來介紹一下鎮修科大 鎮修科大是 103年度榮獲全國工程師協會 產學合作基歐獎 跟台灣科技大學並列全國第一 另外鎮修科大連續11年度 都獲得教育部的基歐教學獎 一個人 偶爾買一次肉套還會中獎 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但是能夠連續11年度中獎 這就表示不是獎勢的成問題 所以一定是犯學有方才有辦法這樣的 所以非常不容易 那目前鎮修科大學生是將近2萬人 是全國最大的科技大學 康橋成立到現在已經已經27年 顯然也不是僥幸能夠活到現在 這個服務業 服務業是一個非常表面容易實責困難的行業 因為SOB很難試用 因為同一個方法 面對不同的客人 它會有不同的環境 所以服務業是需要深耕的行業 但我們現在因為產業外移還有少許化 我們現在招聘研工也變得非常困難 這一次呢 有幸經過鎮修科大研發展黃河文的促成 有這一次的研發化 但是我們康橋高寬了 那另外呢 這次的連環境部的格局啦規劃啦 都是梁教授帶領建築製學生做的 因為會被讓他們學習 所以呢 大概改組改了十次由 請大家不斷地修正 後來完成之後 再會由我們工程序接手來完成的 所以呢 我個人在這邊非常感謝 鎮修科大的建築性 另外呢 餐飲區的旅館陳教授呢 也幫我們提升了拉花 我們康橋的那個 鎮修科大的 餐飲區的學生呢 來我們公司呢 實習呢 順便拉花了 所以有很多旅客呢 非常喜歡 在我們公司做的拉花 他為了這個來住的 所以呢 那麼我在這裡呢 非常感謝鎮修科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陳總社長 他們康橋連手 我們的團隊 以為了各位嘉賓 那我們知道 臺灣啦 大概 近年來我們 傳統工業 是往外移的 那我們也強調 就是要 光芳服務業 變成我們台灣會很強 那這個工業呢 最大的我想就是 包括你們的光芳 餐飲 旅館 這個又是裡面的大廂 那我想 我們康橋啊 剛好這幾項呢 都有 也是一個 大眾者的一個 經營體系 我們康橋有25年的歷史呢 他目前有20家的聯手店 高雄就有13家 每一年啊 每一年啊 這個 入住的旅客超過100萬 而且 也超過10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也是旅館界的一個傳奇 尤其在這個百家爭鳴啊 那就是我們陳董剛才強調的 服業 他的品質呢 是 比較複雜的 而且是多贏的 所以 如何能夠在這個 經營競爭的 場地 環境裡面呢 能夠拖引而出 而且呢 還有一個未來的 積極的一個 投入的一個導向 那這個成功不是偶爾 所以 我們學校呢 也因應這個 時代潮流的變化 原來我們工科為主 現在我們除了有管理學院 也有民生生活創意學院 那這個呢 就我們的這些服務院 都息息相關的 那尤其 像我們康橋旅館 一個旅館的經營 他不只是這個 這個住房的這個房間的 這個單元而已 他牽涉的話 我們其實很廣 包括像我們這個 餐飲方面的 像行銷 推廣 這方面的一個 服務單元 那我們學校的科技呢 能夠來這邊配合的話 也是多元 除了我們的光光 我們的餐飲 還有我們的休閒 包括我們的 剛才講到的我們的建築 一些設計規劃 包括我們的一個 一個行銷方面 甚至我們的這個多媒體 都可以來做這些運用 那做文物推廣 我想這個是非常 好的一個合作的一個廣面 那最重要的 我們同學到這邊來 除了學習這些專業的 實務經驗以外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學到 陳董事長 他在經營這方面的一個體驗 其實有的很小的地方 很多的旅館 服務業他就不會去重視了 但是呢我們可以從他 這個參與方面的用心 參與方面的用心 以及對每一個細節的地方 他就是以客人來導向 那這種精神呢 就是我們同學裡面 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自然 除了專業以外 他潛移默化 就會學習到這種 經營的裡面 跟服務的態度 有這種主持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們目前 我們觀光就有九位同學 在當中的 衛生系統裡面做服務 那這樣才往稍微看了一下 真的也體驗出一個 非常崭新的 一個清新的一個感受 像一住進來的話 包括我們的參與人看 就會想回頭再來住 這個就是把 理科吸引住 能夠做長期的一個 的一個揮花 像今年我們 五十週年消去 我們國外的貴賓 我們都安排到 康橋的系統來住 他們站不絕 比我們造勤 他們還住在園山 有的都來好幾次 他們感受更好 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 陳董事長 給我們私生的這個 武器 那我們也 祝我們將來能夠做 更成功 更圓滿 也祝各位家庭 生理健康 萬事物理謝謝 謝謝公校長的致詞 接著邀請我們 豎德科技大學 吳英明講座教授 為我們致詞 陳董事長還有公校長 陳董事長 他這兩年內都有太多事 他想說 他的開展 要怎麼做知識管理 可以做服務業 可以幫忙 如果不讓我們就業 他們也想說 這套的管理 可以成為我們臺灣 自己有的知識管理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在這裏的影響力很大 當然他的團隊 還有一個周傳友 周教授 我不知道在哪裡 周教授 他是一個 他一日對影響很多 叫做蝶子 他是一個很想求 開的女生 所以我們的學生在這裏 是好的 那個服務業 不是只有那個服務的 態度 那種服務的世面 我覺得才是重要的 所以在這裏 我要拜託我們這裏的銀行業者 我覺得開店的手提 我覺得我不是贏的什麼人 但是工作之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講求價值 講求在地 而且講求能夠 價值領管理的一個 很好的 一個企業在這裏 我給你們很大的祝福 在英國十九號 當然他們還有一個大的事 這實在是應該自己來參加 才對 所以他們沒有國際事務部 所以我拜託說 你怎麼成立國際事務部 我做你的高級的實習生 這樣就對了 我們現在很頂端有沒有 高級的實習生 在那裏 我們現在常在說蝶子化 我跟陳董事長 跟陳處長說 蝶子化不是問題 台灣高等教育 你控出來的高等教育能量 應該要成為 改造東南亞人才資本的機會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位十九 因為有國立菲律賓大學的秘書 我們台灣的台灣大學生 總學長要去高雄 他這台就是來高雄兩天沒的時間 那我們也要在康橋的旗艦館 我們要接牌 真的今天要接牌 要做一個叫做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高雄 Fellowship Center 要讓國立菲律賓大學的高雄聯誼中心 要成立起來 所以我要跟工校長來報告 我願說蝶子化在未來 可以當南亞統一找八個國家 統好的大學 你知道嗎 他可能是產生那種聯誼的聯盟 那麼康橋陳董事長和他的團隊 他們覺得他們願意默默地做 我告訴你 今天的企業很少在想這個 今天的企業很少在想ROI 這個企業是在想FRO SROI的東西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所以很感動我 今天邀請我來講幾位 是增強大家的信心 鄉義林有很好的情形 你千萬不要抽銀燈 你知道嗎 你千萬不能抽銀燈 如果抽銀燈 你就真的不健康又不天流 就真的 OK 祝福我們今天 大家的人可以 孫美 很好的 我當年大家的學生 我還要講 其實這家所做的事情 替他們的鄉里 可以做很好的事情 孫美給你講義 你沒有選擇委員 沒有啦 我講到這裡就好了 好 最後我們大家 謝謝鄭兄 萬歲 LIVA 我們開展的小朋友LIVA 謝謝大家 我們要做一點地方支持 接著我們邀請 鴻達建築事務所負責人 同時也是前 全國建築師工會理事長 周光壯理事長 掌聲歡迎 我們最親愛的陳董事長 還有工校長 還有我的老師 英明老師 以及所有的康橋團隊 跟正修團隊 還有銀行團 以及所有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我非常非常的高興 能夠在這裡來見證 我們最偉大的事業 也就是傳承的事業 也就是讓我們的社會服務 變成他們經營康橋事業的核心力量 核心的價值 這個是讓我非常敬佩 剛剛董事長 工校長 以及英明老師 都已經講了很多 事實上 我跟康橋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因為剛剛講 27年他開幕 開幕的第一棟房子 就是我跟他服務的 所以他永遠是我的老師 謝謝老師 在這裡除了旅館的設計以外 我在這裡也學了很多做人主事的道理 我聽陳董跟我這麼說 有人要來參觀他的旅館 他絕對不會請他去看lobby 請他去看房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完全對外的表象 一定會處理的非常好 但是他帶客人去哪裡 都到廚房去 到了廚房 他把Stainless的蓋子打開來 裡頭的排油 解油的管線 所有的東西 他用白手套去摸給你看 我的這個地區到底好不好 所以剛剛陳董在說 旅館的經營 絕對不是一個表象 就是一個光鮮亮麗的 好像客人很多啦 好像是非常的風光啊 就是表示他是一個很好的旅館 no 而是你真正落實的服務 跟你親切的態度 招待你的客人 這個才是他永遠成功之道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還是以最最誠摯的心 恭喜兩位 能夠結為親家 而且呢 不只是兩位的一個功勞 而且讓我們的學生 讓我們的學士 欣欣學士 都能夠在這麼好的一個環境裡頭 培養出他們的一個高超的情操 以後為我們全國的老百姓也好 對全世界的遊客也好 提供最優秀最優良的服務 所以在這裡還是一句老話 公祝大家 也公祝 所有與會的貴賓 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那更要公祝 我們康橋跟我們正修 能夠鴻圖大展 事業發達 日日成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周理事長的支持 進入到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接牌儀式 請我們 請我們六位掌官 拉起雲我們的彩蛋 我們準備接牌 OK 各位在掌官裡的來賓們 準備好您的相機 一起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讓我們一起倒數 5 4 3 2 1 請接牌 開 立正 請舉起熱情的高手 祝賀我們接牌儀式 圓馬完成 我們也預祝康橋連鎖旅館 勝利興隆 兵志如歸 請各位記者 參加這歷史性的一刻 非常非常安得